这边是我们郑州大学农学院 他们的一个辣椒的一个小型试验棚 里面这个水肥系统 过来帮他们来做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安装这个滴建 因为这个滴建它是具有一个压力补偿的性质的 所以说它两端的出水均匀度会比较高 这扎这个滴建一定要扎到这个根部附近 这是做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出血池 因为这个棚面积很小 所以就能成一方的营养液 这是用于减压的一个回流管 为了更方便一些 我这直接在这个出血池里面放了一个无水泵 它这个流量包括阳城已经足够了 因为老师们他们做试验有时候是分块做的 所以说我在每一个枝管上 我就给他们装了一个球阀 这样的话方便他们分区去浇灌去管理 它这个试验棚呢 我没有去采用滴灌管或者滴灌带 采用的是滴建 带有压力补偿的滴建 因为有些老师他们做试验 有时候你想会用这种小盆的盆栽的 有时候会用我们的那种种植带去做实验 用滴建的话才会更灵活一些 并且这个滴建呢我用的是压力补偿头 有些朋友在考虑用滴建还是用滴灌管 实际上你用哪一个都可以 主要是成本问题 滴建的成本 尤其是加上压力补偿的 这种成本呢 要远远高于使用滴灌管 所以有时候我们考虑到投资成本问题